阿里巴巴主席张勇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言 说国家有关部门就平台经济的政策和法规征求意见 是非常及时和必要 集团会积极学习响应 用自身更高的要求 建设更为健康的平台经济 张勇说中国的数字经济可以发展到今天 涌然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和平台企业 特役于政府鼓励和创新政策 在大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出现新问题和新挑战 需要有与时并进的政策和法规管理